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给动物们做开发智力的抑制取食器 给动物们设计装修房间 还有给动物们制作专属玩具 而这些正是他的日常工作 对了 他还有个外号叫扫地森 但并不是真的扫地哦 这可是个高人 因为动物的世界 他都懂 我叫杨维林 今年已经37岁了 我在城州动物园已经工作15年 我和城州动物园的渊源其实还是比较深 因为从小就爱在动物园玩 其实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觉得长大以后在动物园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把我的爱好变成了工作 网络上很多人不是在调侃吗 这是我的梦中情车 这是我的梦中情房 那么我这个工作呢 其实是我的梦中情工作 从小在动物园玩耍 看着动物们长大的杨锐林 长大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职业梦想 来了以后还是挺兴奋的 但是刚到猩猩馆的第一天 在下班的时候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除了小黑猩猩不信我 两只大猩猩也不信任我 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们会隔着围栏吓我 然后欺负我 然后我当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 怀着一腔热情的杨锐林 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面临到来自动物们的不信任 这也成为当时杨锐林最苦恼的事 为了获得它们的信任 基本上就对于小猩猩来说 它们喜欢怎么样我就忍受着 然后一定要让它们开心 让它们满意 后来有一天呢 其实它们的那个展区里面 出现了一条没有毒的那种隐身的蛇 我把那个小蛇给转移开了以后 那两个小黑猩猩直接就冲上来抱着了我 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好像就成为它们的救星群一样 然后获得了它们的信任 与动物们消除了信任危机后 杨锐林的工作开展的越来越顺 看着眼前这群朝夕相处的动物们 杨锐林陷入了深思 对动物们来说 吃饱喝足就足够了吗 圈养的野生动物 它有很多时候天性没有办法得到实现 对于外界的刺激它们需要给回应 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动物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条件 给它们带来一些刺激 让动物可以选择 让动物过得更好 2008年对杨锐林来说是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她净定为动物园风容组组长 她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 之后她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动物风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中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我们环境风容膝架的模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熊猫做的一个膝架 熊猫做的膝架呢 主要是以平台多一点为主 因为熊猫喜欢躺 喜欢攀爬 喜欢睡 膝架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给动物更多不同的选择 在有限的动物园展区面积里 它可以多了一个展区的使用面积 这里呢是按照1比45的比例 所以说我把每一个木头把它缩小到这个比例里面 就可以看它将来会放在哪个位置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 关于动物风容 杨瑞玲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 她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 想方设法地为他们设计新的玩具 新的环境 因为风容给动物带来选择以后 有的时候能感受到动物的那种快乐 有动物的需求得到满足 动物的天性得到示范 那么就会觉得 这个工作变得更有意思了 看着动物快乐 其实人也自己会变得快乐一点 在成都动物园工作的这15年间 杨瑞玲从一个懵懂的新人饲养员 成为了动物们的朋友 不断努力地改善着动物们在动物园的生存环境 当然她也在不断地成长着 我的微博的账号名字叫成都动物园扫地生 因为这个行业是我选择终生从事的行业 其实取这个名字并不是显摆自己厉害 而是为了鞭策自己 要不停地学习 一定要虚心 在金庸老师的笔下 扫地生也曾被叫做无名老僧 没有圣域 没有围观 但却是一个大营隐于世的存在 或许杨瑞玲也正是如此 以扫地生之名 用心做一辈子云淡风轻的守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